再做pop and sub, 用python python一定會看得舒服很多 command line, 那些肯定不夠python舒服 那我們就用python玩 接著就開啟模型模式 密碼 ernexy 無貼 好, 那我們先進入cloud sales 接著這裡 這次成功拉到 我們就先按著cloud sales, 一定有它的份 你玩google cloud, 沒可能離開cloud sales 但這裡呢, 先放著畫面 按走 按走, 有什麼方法弄走它 先放掉這個, 待會再按按鍵會消失 不要理會它 我們這次又玩pop and sub, 用python 這些command不用理會了 我們先進去 create virtual environment 我們就, 好 我們現在就, 這裡 下面呢, 要開一個counsel 有一個code 我放大一字體 它有一點有趣的, 它和設定project有問題 如果看到這個 warning 就真的列出一下project 看看有沒有事 唉唷, 沒事的 那OK啦, 最重要是這裡沒事的 這裡沒事就沒事的 如果這裡有事就不行了 那好吧, 我們就繼續 好, 現在這裡就是python 那你永遠寫python 你都會做一個虛擬環境 那第一件事是update一下counsel 你先進去, 要先進去 install virtual environment 的 tool 那python呢, 你就要做一個虛擬環境 在裡面做 因為你不想炒 library 那你用那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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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create 囧未代表用的 那你要 source 就要用的 那我覺得在裡面做到圖片 那還在沒有dokker之前 大家都是這樣做的 那有dokker就這樣做的 那其實在虛擬環境 你就不會把圖片擦cost 除了圖片 還是把圖片剩下 那我就可以reset它 那這裡就upgrade install pop and sub 其實這個python應該應該有的 那你把圖片的圖片 但不要亂來 以來玩 上最新版 那我們就把 source code 再把sauce放進去 把sauce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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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玩一些基本的東西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概念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Publish and Subscription 一個是Q 一個是Facebook版 有新相片就提醒你 有兩個模式 先看看Google Project 要有Project ID 寫什麼都要有Project ID 看看PublishPython 這是什麼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設定了很多東西 但其實最重點 他應該有一段曲 就是拿個Client 傳訊息 他會創作一些訊息 看到他會創作一些訊息 其實一通過之後 再把訊息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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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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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看到1 1.5H 其實他就放進去Parameter 做很多東西 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想看得舒服一點 就打Edit 接著就Pu 這樣會放進去 但你看到不行 這樣就放進去 這樣就把訊息放進去 其實你開了Cookie就可以了 不過不需要 不需要 那你用這個看得舒服一點 因為這是Editor 好 好 那 Open Folder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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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適合這層 這層 這層是Pubisher 這層是Pubisher 這層是適合的 這層是適合的 然後應該看看路徑 路徑是不是是Sample 嘩 不是 因為我想打開Editor 來看 嗯 OK 不知道要放在哪 等一下我先看Pub Pwd Sample Snet Sample 這層是這層 這層是Pubisher 那我先打開 因為看底部是Pubisher 那它應該就會用Python 幫你把所有的東西去 不是 BU 這是HELP 就是可以做 可以List topic Creat topic Delete Attribute 什麼東西都幫你做 寫Python 但是你現在 現在想看看 這個Pubisher 這個功能 這裏看起來很難看的,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它寫了Google Cloud的Library,Pub & Sub,Publish Client Publish Mashing,Topic,Create Topic,其實很容易明白的,很英文的 但如果你要用PyCharm,或設定環境變數,其實我都可以做完畢 沒什麼特別的,你可以去看看它,很簡單的曲 我們現在逛逛,可以看到很多功能給你使用 現在試一下Publish Client,Publish Client,Create My Topic 把Publish Client加上去,Create My Topic 如果我們找這裡,Create My Topic,因為它下面有個Main 其實因為它下面有個Main,這個Main就是我們,If這裡有個Main 我會有一定的arguer文,就是Create,看到Create 然後後面第二個排名就是Topic ID 然後就拼了下來,就是Create Topic 它經常到最後就走這裡,就是Create Topic 它幫我們Create Topic,用Python作 有興趣看的話,可以看Ctrl-5,Create Topic 你會看到有人照著Live Recall 拿了卡印之後就Create Topic 然後就把Publish Client加上去Publish Client 就搞定了,有很多分別 然後就Compete一下 好了,然後再看,就可以List 因為它已經做了List 我們先把Publish Client加上去,不然你經常貼在底裏 來試用AR Topic 1 粒都已經很長的,原因就是一個Topic 但有個Message Storage Policy 這個東西就允許儲存在哪個國家 全部都有,下面的抽到大抽,但一個Topic Main Topic就在這裡 也在一個界面上做 就是這裡 下面 就是我六下找Publish Client 再不在上面打也行 Ctrl-F也有的,因為這個界面有 看到,就是Analistic Publish Client 按一下Topic 看見他的存在 我想建立一個訂閱 即是追蹤他的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 然後按下訂閱 然後再建立一個訂閱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Create Subscription 這裡應該在下面 Create Subscription 不知道是誰 MessageMessage Delete Topic 在這裡 這些應該是 在人家搜尋 一大堆 DETACH 即是拔走 應該應該有 attach 沒有 應該是這些 但不要緊 不看都可以的 其實他就找到 Python Create 然後按SubscriptionID 在這裡 你按進去 下面 就會看到 下面就會看到 Subscriber 就是這個 可以Complete 然後是Lister In My Project 另外一個 Python List In Project 有Copy Ctrl F List In Project 我們可以拼入 Python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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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ic List Topic List Topic List Topic 應該有一個 List Topic Subscriber 然後就傳播 不然應該不是這個 不然你追蹤就追蹤到 不過算了 你看到現在有一個 My Subscribe 然後用Python 不過如果想追蹤一下 List My 因為這個應該是一個 Parameter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會看到 就是你組成Main 就組成 這個位置一定在下面 可以看到 啊,對不起 不是Propisher 是Subscriber Subscriber 是Python 所以找到 所以找不到Ctrl Find 找到它 這個就是 Subscriber In My Project 有一個這樣的功能 上面 其實你應該可以看到 很簡單 V1 拿一個Card 出來 接著 HOLD Subscriber 然後逐個Loop 逐個Pin 做了這個效果 Propish 又是用Python 不,這次不是用Python 而是用Command Line 因為Command Line 就把Message放進去 HELLO HELLO 做個HELLO Message進去 但是呢 就POP了它兩個 然後應該做一個 做三個Message 就這樣貼上去 剛才上個LAP 做過 貼上去 不是三個 只做了四個Message 那你想拿回Message 當然就可以用Python 做 那你其實又是看Subscriber 不過這次就Receipt 可以嗎? 你在這裡就有Receipt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叫Receipt Message 那你叫Receipt Message 那你叫Receipt Message 就有趣 但是特別的東西 因為它是Loop的東西 所以它會做Timeout 即是一個小時 好像是一些Callback的做法 即是它Subscriber 其實沒有Callback 它就到這裡 用A-Sync的方法去Call 這個功能 非同步 即是沒有你叫Program 直錄它 沒有什麼特別錄它 那這裡也錄著Future 不過它也錄到Timeout 就解了 那有個Timeout時間 過了它就不玩 那就5秒鐘 那你一Call這個功能 應該就定5秒鐘 有訊息就會變一邊 有訊息就會上一邊 那A-Knowledge就會刪除它 因為你不把A-Knowledge的方法 它會永遠拉到 好吧 那我們來玩一下Receipt 應該會保留你5秒 1 2 3 4 收到一個Message 4秒內 但已經全部拿出來了 等一會 應該還有一隻 是否一隻 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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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 那應該應該可以放A-Key 那我們尺寸 要把測試一下 為什麼會放下呢 我會放下 應該是... Call back 但是這個呢 Streamproof Future 因為他用Future 就這樣做 這個Future 你看看它 應該是放著的 都放下 放下 所以它應該停了 他不是5秒中,他太久死了,要扩操司殺了他 Allow Exchange Message Yes,非同步 Message Topic Topic Pogram和Pogram之間的communication 不同language也可以 好,現在已經完成了 可以結尾 Submit 3顆星 Sign Bowser 關掉他 完成